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如约而至 这一季的导师阵容有了调整 哈林 周杰伦还在 新加入了两个导师李健和谢霆锋 每个人都是唱歌好手 音乐方面根本难不倒他们 而且都很能搞笑 节目中经常笑方观众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看起来很文雅 很有礼貌的李健居然是一个断手 口才太好 往期节目导师都在抢人 战况激烈 而且导师抢人很文艺 现场互对 尤其是哈林和李健 两个人特别的爱互对 而两个人之间的幽默 也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在最新的一期节目中 当说散就散的原唱 JC陈永同登台演唱的时候 哈林和李健都选择了转身 按照节目的规则 两人就开始了抢人大战 就在哈林认真点评的时候 旁边的李健却忍不住笑了出来 哈林当场发作 你笑什么 你非常不礼貌 李健马上就认识到 自己的行为有点不礼貌 马上就双手合十 向哈林和全场道歉 失礼 失敬 这时候李健解释 你好像在讲教育 讲半天 这下哈林彻底无语了 下意识地说了两个字 我 但是呢 字幕上却没有显现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